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察团老师又为何如此评价 其实就是血淋淋的把你的伤口亮出来给大家看 今天的调解我们一起关注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郭女士 一位是刘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他跟我提出离婚 我跟他讲的是 你要想跟我离婚 我们先上金牌调解 把我们这三十多年的这个婚姻 到底是谁在不作为 讲清楚以后 我说我们才能再离婚 那你心里是谁在不作为呢 那肯定是他了 刘先生的诉求 我是陪他来的 我没什么诉求 离婚这件事 你也可以 不你也可以 主要是要打开他心界 家里所有的小事 都放得很大很大 心里始终过不了这个坎 你为什么提出离婚了 因为压抑得很 郭女士不明白 婚姻三十多年 自己是尽心尽责 怎么退休了 丈夫还要和他离婚 刘先生的表述也很明确 日子过得太压抑 自己扛不住了 那么两个人的问题 到底从何而来呢 刘先生说 这涉及到自己 一段不愿被提及的家庭背景 在我们这个 因为婚姻这个三十多年呢 最大的一个心结是我的女儿 因为我女儿这个有智障 所以呢在三十一的时候 就发现了 刘先生说 孩子出现这个情况 对他们夫妻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也是两人婚姻 这么多年的遗憾 说到夫妻矛盾的始末 也源于这个特殊背景 我生我这个女儿 生下来我们大概是在五个月以后 就发现她是弱智孩子了 那么我的母亲带了我家女儿八年 全脱的几乎是 孩子为什么没在你们俩身边 她母亲当时已经有七十岁了吧 她也上班 我也上班了 这个孩子谁带呀 不就是我母亲全脱带吗 我母亲退休了在家 是在一个城市 还是不在一个城市 在一个城市 就是放在母亲家里 对呀 她是家里什么事都不管 烧买洗做什么都不做 我母亲带了我女儿八年 脑溢穴走的 她为什么会脑溢穴 就因为她自己 对自己的身体很不关心 实际上她应该是高血压 她经常 我女儿在她那儿 我经常要去 我天天要去嘛 她经常是会投婚 投婚以后她就睡一下 歇一歇 就继续干家务 继续保 完了最后 这脑溢穴出世了 所以你认为 这跟母亲的操劳有关 对 母亲走了以后 没人给我带 我还有个二姐姐 当时也没有结婚 我二姐姐陪伴了我五年 有事就只有我姐姐帮我呀 就是姐姐可能替代了 一部分母亲的角色 对 你问我家女儿 她小的时候 一开口就二姨妈 二姨妈 心脏猝死走了 你至亲的这两个人的离世 你觉得 在你心里你有什么心结 那你想 我家两个亲人都是 非正常的死亡 母亲是脑溢穴走的 姐姐是心脏猝死走的 那你 都是在帮我 而且我那个二姐姐做的事 我跟你讲 她当时在单位 给我家女儿 就把女儿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的 每个月存十块钱给她 后来她去世的时候 单位工会打电话来讲 你家姐姐给你家女儿 每个月存的钱 你来给你取走 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家 为我家这个女儿的付出 是全心全意的付出 不计任何的报酬的付出 母亲也好 姐姐也好 她们对孩子的这种 全心全意的这种爱 这种照顾 你是肯定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的 对 刘先生呢 是的 他也认可 认可 好 是认可的 大家对这一份情 都是记着的 记着 我相信刘先生心里 也会多少会有一些愧疚 那这本来不存在问题 对 是不存在问题 就是他这个家 在撕扯我们这个家 说到自己家人 对女儿的照顾 郭女士情真意切 充满感恩 相反 提及丈夫的家人 郭女士则用了 撕扯这个词 她的感觉是 丈夫的家人 不仅没能给自己帮忙 反而在拖后腿 我在家里头 带这个孩子 这个弱智的孩子 一天到晚 尿裤子 还有的时候 大便就拉到腹子上 他什么都不干 这么样以后 把他扶上了 领导岗位 什么叫把他扶上领导岗位 就是他什么都不管家里头 你是说他给一姓 干事业了 对 所以他能够顺利 走上领导岗位 对 离不开你们 对 完了以后 走到领导岗位以后 就为他家人 你问问他家的人 哪个不是他办的事情 郭女士说 他出国搞项目 出国四十多天 我在家带女儿 我家女儿那天 打个电话 给他二伯父家去 打的是他二侄子接的电话 我家女儿要到他家去 他二侄子怎么说 你不能来呀 二妈妈生病了 没人照顾你呀 拒绝了 就回绝了 我家女儿在十几岁的时候 是混搅混搅 她只要不满意 她就混搅在那哭啊闹 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起来说 妈妈带你上街玩去吧 好吧 好 就上街玩去了 坐着公公骑车 到我们的闹市去 一下汽车 看到了什么场景 她的二侄子 二妈妈一大家子在逛街 所以是编了一个 画 在逛街 我跟我家女儿 跟我家女儿讲 你看你二妈妈在那 我家女儿 她也不懂弱智的孩子 那时候 我都没去捅破这一层 我就带女儿回 走了 回来跟她讲 她不相信 当天打电话 我还在德国 我刷个电话 给我三哥 我说问你什么情况 三哥为这个事 还跟二哥二嫂子 吵了一架 这件事情上 我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 那一天到底什么情况 我那个之间 是不是谈定下 是不是什么情况 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这个事 我不清楚 按照刘先生的想法就是 我们这边是有处理办法 和处理意见的 因为三哥去出面了 而且还批评教育了 他跟我二哥 这个吵架了 怎么处理 最后他们俩 他哥哥和他那个哥哥 嫂子吵一架 就不聊 我三哥跟我二嫂都不来往 他们就不来往 你怎么看待后续的这个 我怎么 我觉得他不作为 既然这个事情 你家侄子 都能这样骗你 我家是个弱智的孩子 你给他做了那么多的事 完了以后 我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来骗我 我回来以后呢 我也讲我质子的 但是我没问他 没问他什么情况 我说这个 我这个小孩 目前这个状况 他们都是知道的 你有困难 你们尽可能要那个 并不是 并不是没有讲他 但是毕竟 家家有家家 一本难念的经 是不是 你一讲到了就行了 心里有素就行了 你们两个后来 就这个没有沟通吗 比如说你告诉他一声 我去跟侄子说了 跟他讲个特 他认识你 和丈夫全心全意 为家人付出相比 说的事 说的事情 他可能跟我说了一下 我说你看哪就的 你在我们城市也不远 两个城市里也不远 在这些事情上 你对他会形成什么判断呢 比如说他通过这些事情 他给了你家人 一个说法叫做自私自利 那你会对他形成什么看法 人家一般都比较宽容 他很不宽容 什么事都很计较 很计较 我在99年的时候 到南京医院看病 就有忧郁症 吃药已经吃了20年了 你问他个关心 他怎么得了忧郁症 而且他得了忧郁症 也不跟我说 叫他的三哥哥 带他到南京去 看 这是当丈夫应该做的吗 你如果你得了抑郁症 你跟我来沟通 我到了好长好长时间 才知道 他才跟我说 你也不关心我 什么东西 才知道他得了抑郁症 你说他这是像做丈夫 我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 得抑郁症吗 我不知道 那我猜测 也是他家里人 做的事情 家人的用 他不跟我说 第二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你知道原因 我自己都在打问号 你到现在也不知道 为什么 他要掩盖 一方面 妻子在处理和家人的问题时 忍气吞声 另一方面 是丈夫郁郁寡欢 患上了抑郁症 看得出来 两个人婚姻状态都很糟糕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女儿的状况 一直在好转 女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现在多大了 三十二十四 现在目前的状况 是什么样呢 基本能自理 可以基本自理了 能沟通 玩玩手机 打着电话 都还可以 每天就要给我 打出这个电话 所以这个 目前状况还是不错的 孩子的状况 其实是越来越好 孩子的状况越来越好 可是你们两个人 越来越坏 越来越强 刘先生的话语中 充满了无奈 他期待中 平静的晚年生活 并没有出现 不仅如此 因为上个月 他动了一个手术 还让夫妻俩的关系 陷入到离婚的境地 节目继续 当时手术我们都在 我 我哥哥 他的三个哥哥 我家的外女 子女 他们都去了 手术出来的第一天 是他的四哥哥 和他的大侄子 晚上值得搬 第二天 就叫我的哥哥值搬 我不同意 我哥哥当时才得了一个大孙子 他住院期间 我和我的女儿 都在我哥哥家吃饭 都由我哥哥照应 你知道吧 他完了 晚上叫我哥哥陪护 完全是你的想法 还是其实哥哥那边也觉得 我哥哥的想法是我的 你哥哥没有意见 我哥哥没有意见 既然哥哥没有意见 那为什么你会这么不能接受 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绪 因为他家里那么多人 我跟他哥哥呢 关系也挺好 但是在手术的当天 他们都说 当天晚上很难受 一个人搞不了 这样就临时决定 把第二天 我这次照顾我的这一天 提前过来了 等于就是第一第二天的人 同时在第一天照顾你 第一天 这样呢 他哥哥也就从第三天 调到了第二天 这个你有跟他哥哥提前讲吗 他实际上在商量的时候 他哥哥都在场 大家都接受的 大家都接受 就是他心里有接 就是意思吗 一定要要我家里人 来来照顾我 这件事情是后来导致 你提离婚的原因吗 开刀的时候呢 就为这些事情 就搞得很不高兴 对我家里人讲话 就很不那个 这实际上就是跟前面的 他这个心机打不开啊 一直在家里很强势 后来就是 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每天他晚上睡不好 大概两三点钟啊 有时睡一点二钟啊 就起来 就又是吵又是闹的 真的是为了这个事情 像他所讲的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持续了一个多月吗 他因为他平常在家 就光烧个饭烧个菜 我说你把厨房 搞得那么脏一个 你以后就光烧饭 带烧 把卫生打扫一下 我包房间的卫生 底下就叫女儿打扫 妈不嘛我来洗 就这么一句话 就蹦起来了 我们来离婚 要让我怎么生气呢 我也没有跟你发火 也没有跟你讲 是为了这句话 对 就说了这句话 没时候提离婚 那个时候提那句离婚 是积累的爆发吗 积累的爆发 这么多年啊 我一直都是让了他的 所以呢 很压抑 你接受离婚吗 从感情上能接受 我至少说 我在这么二十多年 我为我的女儿 付出了这么多 把你给送上了 领导岗位 最后你功成名就了 你要来跟我离婚吗 刘先生随口提出的离婚 再度点燃了 郭女士的怒火 回忆起家人 对女儿的照顾 回忆起自己 这么多年的付出 他满肚子委屈 正是基于此 他选择来到金牌调解 希望调解团队 指出 在她的婚姻里 到底是谁在不作为 那么老师们 会如何看待夫妻俩 眼下纠结的状态呢 您照顾一个特殊的孩子 其实您的能力是不够的 所以你会产生 依赖和期待的心理 您看 您依赖您的母亲 您的二姐 照顾孩子照顾了这么多年 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因此 你产生的期待是 在你得不到这份依赖支持之后 你期待着 丈夫的家人 要像您的家人一样 倾尽全力去帮忙照顾 而当这份期待 一旦落空的时候 你会怪罪他们 你会愤怒 而且您把这份愤怒 转嫁给了丈夫 我个人觉得 有一点不公平 我不同意 我没有依赖他家人去搞 是全部我一个人搞 我姐姐走了两年以后 我得了肾病综合症 为什么 我累倒的 您的母亲 您的二姐的这样的一种 付出的代价离去 您其实是有愧疚的 您可能无法去指责自己 于是您幻化成了一种愤怒 去指向了丈夫和他的家人 您真实的情感 学会试着去理解一下自己 理解一下他 观察员武运 希望郭女士看到 她内心的纠结 真正的原因出在哪里 她应该如何理性地 看待这个家中的人和事 不过很明显 郭女士在坚持自我 调解陷入了僵局 接下来 心理老师李金平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李老师的看法 会对郭女士有启发吗 照顾一个有障碍的孩子 到底有多累 无法想象 这样的一个孩子存在 当然首先我们是尊重他的 就说好像你们这个 家庭的平台 一个幸福的平台 刚刚建立起来 突然中间就塌了一个坑 然后可能这个平台上的 所有的土或者是沙 随着这坑就会往下陷 你们家里家外 两个人的能量都被内耗掉了 其实你们两个外表 无论表现得有多坚强 都能看得到 你们两个内心的忧郁 你们两位 在职业上的外耗 就是家庭之外的职业耗损 就足以把你们精力耗掉了一半 那家里的这个孩子 又耗掉了一半 双方家庭的矛盾 让你们内心的心力苦不堪言 你说你们两个不是被耗干了吗 你们能相互爱吗 同病相连能相互脸吗 郭女士是一位娘家人 在自己的生活困境当中 给了足够的帮助和支撑 他们的病逝让你心有愧疚 这种愧疚对你有多耗损 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你的耗力就更大 因为如果是抑郁症的话 意志力减退 心境挥败 任何一点 你都不会再有心力 来维持这个婚姻 所以你也并不是想离婚 你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安稳的置放 在李津平老师看来 真正的和解在夫妻俩的心中 两人只有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 肩兵才有融化的可能 李老师的话 让郭女士的情绪缓和了下来 接下来李凡老师发言 也正是李凡老师的一席话 开始融化郭女士内心的肩兵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你们还会选择这个孩子 作为你们的孩子吗 那如果说她是我的女儿 她就是再差 我都要对她付出责任 对她付出劳动 对她付出责任 我是说如果可以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 她不是你的女儿 我跟你讲 曾经在她一岁的时候 她得了十七管炎 在医院里掉水 都接氧气了 给她抢牛活了 好 我明白您的意思 那刘先生呢 你也可以不回答 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 没事 没事 所有人心里都明白 遇到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 对一个普通家庭的打击有多大 郭女士和刘先生 更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可是这就是现实 作为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的父母 三十多年的养育 让他们和孩子融在了一起 谈到孩子 郭女士的情绪也出现了波动 李凡老师认为 也正是因为这份深沉的爱 让夫妻俩 特别是郭女士 越陷越深 郭女士 就是你知道你今天 现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我有一个落智的孩子 现场 无论是老师还是工作人员 没有一个人 说你们有一个落智的孩子 大家都在回避这个词 只有你反复在说 我有一个落智的孩子 我为他付出了多少 我的母亲 我的姐姐 他们为他付出了多少 然后我丈夫家里人如何如何 很明显 你真的是作为一种受害者的心态 这几十年 这三十多年以来 这种受害者的心态 一直在你的内心最深处 你今天反复地说这句话 我有一个落智的孩子 其实就是血淋淋地 把你的伤口亮出来给大家看 尤其是给你的丈夫看 在你的内心深处 你是把这个孩子 当成你身上的一个伤口来看待的 所以你内心的一种心态 一种是不甘心吗 其实你今天几个观点都是伪命题 比如说你的不甘心有一点 你说丈夫提出离婚 你不愿意 你说我付出了这么多年 我把他送上了领导的岗位 功成名就 但是这句话就是一个伪命题 是你把他送上领导者的岗位吗 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资历 不是谁可以送得上去的 那么第二就是你内心的这种不平衡 就是你放大了你家里人为女儿的付出 然后以此来比较 丈夫家人他们所谓的不作为 其实你说的这个也是一个伪命题 就是你母亲 你姐姐因为带这个孩子很累 所以造成他们的历史 这也是个伪命题 然后你越放大这个伪命题 就越让你感受到 丈夫家人他们的不作为 对吧 他们的这种不付出 因为这种反差就太大了 让你的内心就更加撕扯 所以说不是你丈夫的家人在撕扯 你是你自己在撕扯自己 你这三十多年以来 你一直在做这种比较 在做这种撕扯 所以你看你今天 你的表达语速特别快 然后你的攻击力很强 刘先生 其实你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男人 你可能也会问自己 为什么我的女儿是这样 包括刚才你没有回答那个问题 如果可以选择 你是否会选择这个女儿 作为你的孩子 你沉默了 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觉得完全能够理解 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男人来说 他会在寻求 那我在这个社会上 我的价值感在哪里 也许你会觉得作为父亲 消解了这样的一种价值感 所以你作为你们留家的人 作为你单位上的高管 你几乎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工作上 你是很希望借此 来让大家感受到 你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 虽然作为父亲来说 某些层面被消解掉了 那么作为留家的一份子来说 你尽可能地去帮助你的哥哥 你的侄子 你也希望大家看到 你的那种价值的存在 我相信在刘先生的内心深处 他对这个女儿 也精进了他的心理 那么他的那种不作为 是他做不到 他的能量也不够 他是这样的一位父亲 他也会感慨命运的不公 所以总而言之 你们父母多活一天 多平和一些 那这个孩子 他就会更加地幸福 一结婚生孩子 孩子后来就生病 然后大家就开始忙这个事情 包括你们忙各自的事业 肯定是掩盖了你们俩 沟通困难的事实 我单独先跟刘先生 做一个交流 郭女士今天所有的抱怨 其实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就是她未必在描述事实 但她一定在描述感受 在事实的层面 刘先生可以做很多解释 但是她感觉不到 她最需要的 你说这个用心吗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那么公正 稍不稍对家里面 有一些偏心的表现动作 其实不是不可以 是吧 然后来一些多余的担心 来一些主动的关心 其实这些都是用心 都会让对方觉得 我这么牺牲这么大 我家里面牺牲这么大 也许你是没帮上我 但我看到了你的着急 我看到了你的理解 我看到了你的感激 她心里面是不是会搞好过很多 就是怎样让对方 其他人感觉到 你有一份心来放到家里面 来解决问题 来关怀对方 表现出非常确定的 清晰的情感 请刘先生可以对比一下 郭女士在面对这么多压力的过程当中 会显得情绪波动很厉害 毕竟她能够那么顽强的 在那么琐碎的事情里面 坚持这么多年 然后今天最大 发出最大的咆哮也就是 如此而已 我觉得可以多给她一些耐心 单独跟郭女士说 就是理解问题 我觉得你要给自己一些海阔天空的余地 不要把过往的压力连续地积累到今天 毕竟很多事情已经变化了 亲人逝去 无可挽回 孩子长大 问题减缓 今天大家完全没有必要用连续性的记忆 来撑起今天的心情 肩膀要开始泄祸了 胡老师最后的这句话 是今天调解的方向 夫妻俩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 现在应该是如何构建好家庭关系的时候 为了进一步帮助他们认识问题 密室环节展开 郭女士选择与李津平老师一同进入密室 一落座 郭女士就谈到家庭事业 其实她一件也没有耽搁 前几年她还经营着一家公司 你是自己办了一个公司 对 原来是跟人家合伙的 自己办的 然后公司里边也是主要你在经营吗 对 主要是我在管你 我在搞妈 那你更是消耗精力老师 对不对 我什么都要弄 你说她就光在单位里头做好事 完了人家都讲她好 那我干的事不吃力不讨 就是为管这个家里头 要做饭 要买菜 要打扫卫生 要洗衣服 我说要下辈子 我肯定是不会找她 郭女士坦言 自己真的是太累了 特别是离开母亲和姐姐的帮衬 她感觉到自己在不停地透支 李津平老师希望郭女士 理性地看待自己家人的付出 所以你对人家的期待和要求要合理 你不能说因为你姐姐是这么做的 然后你说你看我姐姐怎么做的 你看你们怎么做的 那不这样比怎么比吗 是这么比的吗 如果你这辈子这么比的话 那你跟谁能过得去 如果你的女儿有困难 说我要去求她侄子 然后这时候她侄子随便就退掉了 那这是她态度有问题 但是你女儿我听到的是 只是想到她家去一下 对不对 她要到她家去玩 在我们看来都是生活小事 这种时候我没必要 非得我全力以后说你帮我 所以你啥时候要到我家来 你都可以来 就算你救过我的命 也不是说你啥时候要到我家来 我都要退掉我的计划来陪你 没这概念的 你这不对的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小事 然后你就把它 它一直要跟你们家对它的帮助捆绑到一起 如果生活当中思维都是这种捆绑的话 人跟人之间太恐怖了 谁还敢求谁这样 求完之后我就死定了 你啥时候一个电话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说事无巨细我都要陪 你这种想法 不管你暂时能不能小话和理解 我都要把我的观点表达给你 这真的是不对的 李金平希望郭女士遇事不要上纲上线 这样很容易让我们对别人产生质疑 把沟通的渠道堵死 而谈起沟通 郭女士说 她和丈夫在沟通上也很糟糕 跟她没有办法沟通 她一讲到那个 把她点上了 她就给你一吼 拍摔摊子打碗不是一次 就三月份 我觉得没那么一句话 就帮帮摔摔摊子 明白 李金平老师希望郭女士放下情绪 真正做到心态平和 这样问题才不会被激化 而谈及希望丈夫需要的调解 郭女士说就一句话 我觉得还不如就是她做事的时候 考虑到我的感情做事 郭女士需要关心 需要理解 需要丈夫的体谅 特别是身边带着一个 智力障碍的孩子 她比别人更需要温暖 关于这一点 也是另一边 武运老师和刘先生沟通的重点 她跟她母亲是比较亲的 但母亲给的很早 她就走了 子妹五个钟 她跟她二姐关系最好 结果二姐又走了 二姐最后打扰心肌梗塞 突然去世了 所以对她打击很大 在面对她这样的一个时刻 她其实也蛮艰难的 她没有别人可去更多的诉说的时候 她就会格外地期待你 我建议你 你如果跟她面对面无法交流 举个例子来说她情绪很冲撞很激烈 对不对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 我教你啊 发短信也好 写信也好 用一些文字的形式 就可以避免情绪上的冲突 在武运老师看来 沟通的渠道有很多种 难点在于有心去做 这一点刘先生要深刻地认识 家庭氛围要重新规划和调整 密室里两边的沟通都很顺畅 刘先生没有提离婚的事情 而郭女士也开始渐渐地转变态度 那么密室回来后 这对同病相连的夫妻 能够相互理解 达成谅解吗 我们一起回到节目现场 来看看密室之后的情况 好了 说说吧 谁说 好 我先说吧 走过去说吧 今天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